那小词花花是一只很可爱的熊猫 它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功课 它要练习造词 那我们等一下发牌的时候呢 每一次会发出12张卡牌 那每一个卡牌是一个国字 你就要把它拖到这个花瓣里面 等一下大家会看到那个花瓣的中间是花心 箭头的方向 把这个字卡把它排成一个词 所以要把中间放一个字 旁边放五个字 所以一朵花呢会有六个字 两朵花是12个卡牌 所以你是不能够重复用的 你只能放一个位置 那用完了以后呢 如果组成一朵花 就可以在自己的分数上面呢 加一分 就是你会有一根竹笋可以吃 所以旁边会有计分的位置 请先入座 有两个人可以进来玩 那如果呢 你是排出不同组的字卡 比如说我现在发的第一组字卡 你等一下发第二组字卡的时候 你发现你刚才好像有个字 跟这个字卡也可以组成一朵花 那这样子呢 你利用了不同组的字卡 那你就可以得到两根竹笋 两根竹笋就是加两分 那通常呢 我们会希望小朋友一开始先用这一组的字卡 先把它排出花朵来就可以了 那如果到最后呢 你可以排出六彩小花 六彩 因为六个颜色 六张 你就下个月的伙食加倍 你被加分 加到无限多这样子 那最后呢 会按丢牌 丢牌就是要把全部的卡全部丢回去 全部丢回去重新排列 那这时候你的分数也会归零 你可以用比赛的 就是用抢字卡的 不可以去抢别人的 只能去抢上面的那个字卡区的 不可以抢隔壁的 就人家已经拖到他的花朵里面以后 你就不可以去抢人家的卡 除非他丢回来 你也可以用合作模式 我们讲话我们来换这样子 所以如果合作模式完成了 这个花朵以后呢 两个人可以一起加分 我们都是第一次听 我们两个都是数学老师 好 我承认我听完第一次之后 我不是很了解 好像是要抢牌卡来造成 我们可以先试玩看看吗 我们这边两位玩家嘛 那我就先坐左边 大家有看到吗 左边有一个secure 那按下去之后 我就坐在这个位置 然后上面改成三师吧 那左边这个位置就我 右边的话小婷 你坐右边的位置 刚刚好我们一人一个颜色 那上面有骰子 你们可以丢他决定谁先按发牌 这样子 按发牌 好发过之后 哦所以上面会有12张 这个字是我跟小婷共同使用吗 对 现在要去抢卡 所以发完之后我们用抢的是吗 那抢完要放在哪里 放在中间吗 放在自己的花朵里面 放在自己的花朵里面 可是中间不是有一格吗 对啊 比如像这样 我中间放符这样是吗 对 然后这个箭头是这样子是 比如说符 符气这样子是吗 这样吗 那发完之后就开始抢是吗 我原来是这样子 你可以拉符音啊 符立 符音 ok 符音 ok 符地 ok 符怨我觉得ok啊 符怨 这是这样玩是吗 我组成一朵花的话可以怎样 一根竹鼠 你就可以吃一根竹子了啊 你这个符怨实在是 有点牵强是不是 对啊丢回去 接下来好比如像这样 这一回合就这样吗 那你就得分了就把卡丢到下面用过的牌 我现在我没有拼完一朵花 我这样算有得分吗 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下叫他给你一张 反正他也抽不起来 如果是竞争模式的话 他就不会给我卡牌啊 对啊那你们两个就没有珠孙 两个人都没有得分是吗 对对对 老实说那个不行 你要把他丢到下面去了 右边这边有个丢牌是按下去之后就 不行不行不行 按下来是全部好像是全部 从今开始的意思吗 对所以你现在要把他拖到底下去 因为等一下也许用得到 你要自己记住你有什么卡就对了 好像这样 大家一起合作把他拖下去 那小婷的这四个字呢 我自己要丢下去吧 他没有成啊 他没有成 我帮你拖 然后再按发牌 所以重新开始按丢牌 OK好 等一下那个仙姑你按就好了 我们就是有主持老师按 直播有有老师有问问题说 游戏的学习目标是让第一年级的学生学习造词吗 对对对 这里面的字是在我们各家版本的一个字词库里面的220字之内的字去做造词 对老师可以暗示他们哪一个棒中间会比较容易 好不好来先估你发牌 好先发牌 OK好我们现在合作 又有瘦了 就是三八已经在移动了是不是 对对对我已经在移动了 福音 我可以暗示一下不会两朵花的中间是一样的 我整个我整个直播完 我大概就是国语 我知道我知道 祝福OK可是祝音祝音是一个祝吗 有佩老师说要同心协力 没错没错 好了我帮你们拍好了 福气福心福音 喔真的欸 好啦各教一本 对注放中间 我在设计题目的时候会故意让他们有重叠的 所以这边福是重叠的嘛 但是他们不会放在中间 喔我知道这个没干的 所以这个设计是不会有两个一样的字 对 发心不会是一样的 我觉得一开始玩合作比较好玩 我们两个人合作 然后要去说服对方说 哎放什么在中间比较好 那老师在旁边帮忙搭音架这样 那我们现在要玩第二轮 对第二轮 第二套字 其实总共有七套 那我们我也是征询老师们以后继续往下设计这样 等一下木瓜 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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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坑 等一下 水坑 水坑 土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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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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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人有这个词 真的有这个词 我是在那个致词库里找到这个词的哦 我可以给大家看致词库 没关系就是 我们又学到台语 OKOK 而且我刚刚说看到土水的时候 我觉得好开心哦 竟然有这个词 投水 我真的现在要做投水了 抽狼 把它合作把它戳下去 你们要记得帮自己加毒水 真的要合作模式 要不然这个真的整个词照出来 我征求第三关嘛 开始啦快点 好可能 可能可惜 不要给我可爱 可是 可爱可爱 可爱 可爱 可爱是什么东西 台湾国语 可爱 头不行啦 可也不行再重复了 可口可以可以 可怕可怕 可恶 可口 什么是可头 怎么会两个可在中间 可口 讲过不会两个花心一样啊 OKOKOK 那我们还有什么 可以 可是不能两个都是可耶 可见有 可见可恶可怜 可是中间不是可的吗 我们怎么多一个字 老实看不下去 可是我们多一个字耶 翻背面就知道是多哪个字 你们这边多偷 怎么有一个懒得混进绿色的来 这个头 头是没有的 头是没有的 头没有的啦 你们刚才没有脱干净 所以你看从我的卡就有设计 怕你们搞混这样子 好 可口 可见 可惜可以可恶 这一组两个都是可耶 是可以的就对 不一定但是是可以 也可以可可 因为这竞争模式 你说不一定会一样 但是也有可能会一样嘛 对不对 你如果用竞争模式 就是他这个人就没得玩 我觉得合作模式比较好玩 故意设计给竞争模式 他就没得玩 这一整朵花就没得玩 如果一下子把可可拳拿走 就没得玩就对了 对 因为你们两个是一个人先玩 另外一个人在看 如果是竞争模式的话 大家会一起拖 你们这样子的合作模式 真的是追作弊的 像刚才那个口头 他如果去抓回来 他就两根毒水 我看到线 快快 现在用比赛的 现场 对你们说放对了 我这是故意的 如果他把石抓走 你就没得玩 现象 石 在乎 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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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石是什么 在石 什么是在石 好怪哦 在场 你该不会又要念台语了吧 互换 限时 在学 OK 限时 要终于检查一下 加竹笋 所以需要老师指导啊 但是小朋友应该会蛮喜欢玩的 而且他如果完成了一朵花之后 就等于完成了五个造词耶 而且这个字都是他们学过的 有检查过了 所以我本来想出第一集就出第二集 再出第三集 结果就只有出到第一集就没有 这一组很难了 因为他是不同音 同志不同音 好聪明哦 你们偷玩哦 真的耶 酷哦 可以耶 哇好快啊 下个月火石加倍 很聪明耶 厉害厉害 是小婷 我已经开始中间的字我没有看出来 是小婷看出来的 我觉得合作比较好 因为他是同志不同音 这个有几个系列啊 但我说比如说你这一套桌游 有七组式卡嘛 对不对 那我一直说之后会有别套桌游 但是不同主事卡的嘛 你是说第二集第三集 对对对 是有想啊 他现在直接在线上邀请你要做第二集 我觉得蛮好玩 因为录影存证了 不是 我告诉你我当初 我当初就是把自己所念在200字之内嘛 所以他就是属于低年级的 当然就会有中年级跟高年级 但是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 然后我可能就是利用其他的时间设计 我设计好再一起做 先把题目先出好 对我们有快速制作大量排卡的方法 那自己怎么做的话 可以去搜寻一下相关的教学影片 好像小米老师有教 我好像也有教 我忘记了 我好像有教是不是 我有教是不是 好那就是先把题目出好 对 老师们可以去搜寻一下我频道的教学影片 有教大家怎么样快速制作牌卡 所以实际上你在制作这个桌子的时候 你只要有这些字 它是一个表单 表单直接就是叫进来就可以 叫进来就可以 很多张牌卡 你就可以设计这一类的语文类 包含像英文英文单字 那包含像我们语文类的 其实在设计桌子的时候是非常快速的 那我觉得这样玩很好玩 那当初我看到星库的这个游戏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怎么玩 那我今天玩完一遍就是 我有发现它好玩的点在哪边 你要先找出那个中间的字 那我觉得合作模式在班上玩会比较温和 如果是竞争模式的话 他真的在大屏前面会打架你知道吗 那刚才老师的建议是说 直接把那个底色的暗示就都在字卡 也是很容易啊 在PPT直接就是把背景设好就好了 好那我们就是 我在这边帮大家敲碗许愿 小词花花 未来会有第二集 第二集第三集 好不好 我觉得很好玩 其实对我也是在等更新版的 112年的字词库出来 因为我要等新的字词库出来 才做比较有意义啊 对好 那就我就跟凯西老师先讲好了 未来会有第三集这样 那就谢谢在线上观看直播老师 请到学无限社团 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 大家晚安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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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